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現在有兩條直線 它的焦點是AB 這條直線寫這樣是參數式 上面的座標如果是X的話 那麼它的Y座標就是3X0 這條直線上面的動點 上面的X座標是X的話 那Y座標就是這個 現在我們要求它的焦點 求它的焦點AB 那求出來以後 他要問你說 2A加上B是等於多少 好,那我們曉得 這個AB的話 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所以AB的關係的話 有這個關係 也就是說 當你X帶A的話 那B應該等多少 B應該是等於3A-5 好,當你呢 但這一點也是在這條直線上 當你X帶A的時候的話 那這個呢 Y座標 就B了 等於多少 B的話 就是等於7-2X X就是A嘛 也就是說 3分之7-2A 會等於3A-5 3分之7-2A 會等於3A-5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A 把它給算出來 把A算出來的話 把它移過去 7-2A 等於9A-15 那移過去的話 就11A 等於多少 移過去 15加7 這2啦 G1 22 也就A是等於2啦 好,那A等於2的話 那B等於多少 B你帶這個也可以 因為這兩個相等 B就等於多少 3A A是2 減掉5 等於1 所以AB A是2 B是1 所以A加B多少呢 就是2A A是2 加B B是1 4 4加A是5 所以答案是5